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二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零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六十八岁 二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专与堂搜目 哀悦 正听上方悬挂着黑地白字的横幅 沉痛到面 李克强同志 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安却同志 上午九时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琪 丁缺祥 李希 韩正党 在哀悦声中 缓不来到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 并与李克强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认为 胡锦涛送花圈 对李克强同志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 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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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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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部门负负责同志 李克强同志 李克强同志